大家好,欢迎走进《疯子说体育》这期我们来聊一下中国女篮的李梦 李梦是在结束了与波克队的比赛时 然后就自己发布社交媒体 并且鞭策自己明日之战勇往无前 给自己加油 这就是李梦的态度 明天中国女篮要面对美国女篮 是实力最强的一支球队 李梦其实前两场比赛都是有所保留 上场时间不多 但是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李梦这次比赛的状态非常的好 他效率值非常的高 你像今天他短短的出场时间就拿到了17分的这样一个数据 李梦的投篮命中率非常高 基本功非常扎实 我特别欣赏这位球员 如果李梦的膝盖当年不是做那两次手术 李梦现在能够取得的成就将会比现在要大得多 其实李梦才是中国女篮真正的领军人物 李梦呢外线投篮也准 然后利用自己的身体对抗突破内线也可以 并且李梦的身体非常的强壮 防手段的作用也非常大 是这支中国女篮的绝对小前锋位置的人选 当年呢李梦也是为了中国国家队的利益 而拒绝了WNBA山猫队的邀请 真的李梦其实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励志的人物 我相信呢明天对美国队的比赛 李梦能够在与世界最强球队的比赛中 能够发挥出自己的水平来 我相信李梦明天的三分球命中率绝对是非常的高的 我相信打这样的比赛没有问题 李梦也属于大赛型的选手 从小时候从亚青赛到世青赛 再到中国女篮 真的一步一步走过来 非常不容易的一个女孩 今年27岁也正值职业生涯的巅峰 我相信呢这届世界杯能够让李梦 真正的圆自己的梦 能够让中国女篮站上领奖台 我们现在还不说是最高领奖台 还是站上领奖台 只是希望中国女篮这次能够打到前三名 当然谁都希望站上那个最高的领奖台 每一位中国球迷都希望 如果中国女篮能够站上那个领奖台的话 包括李梦在内的所有中国女篮 都是这个国家的英雄 好了这期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